据说女服务员的照杯越大 得到男顾客的小费也会越多 为了验证男人是不是好色 留言组决定买下一间生意火爆的咖啡屋 并让凯莉扮演三天的服务员 每天都改变不同的照杯大小 通过对比收到小费的多少 从而验证男人对不同照杯的欣赏程度 实验前他们在店内各个角落安装了摄像头 所有监控都显示在后面的屏幕上 以此来观察顾客对不同照杯的反应 为了区分男女顾客给的小费 格兰制作了一个特殊的收集箱 而箱子的下面被一分为二 通过遥控就能让小费流入不同的入口 实验开始第一天 凯莉没有对身材做任何改变 毫无保留展现了自己傲人的地照杯 在她甜美笑容的加持下 非常多的男顾客情不自禁为她投下了小费 经过一天的忙碌 她又能收获多少呢 通过两人的清点 最终凯莉得到了男性顾客的72美元小费 而总共接待了80位男顾客 也就是平均每人0.9美元 到了第二天 凯莉将自己的照杯缩小到了A 并且为了保持实验的严谨性 她依旧保持昨天的妆容 在接待完第80位男顾客后 凯莉拿走了小费收集箱 那么她收到的小费 会不会因为照杯的缩小而减少呢 最终通过清点 他们惊奇地发现 居然和昨天收到的金额一样 这显然和大家认知的不一样 那么如果继续将凯莉的照杯增大到F 是否就能收到更多的小费呢 为此在第三天的测试中 凯莉魔法般将自己的照杯增大到F 果不其然 刚开张不久 凯莉凭借夸张的身材 立马成了全场的焦点 看这个老色P 眼睛都不带眨一下 而这两个小伙更猥琐 谁没熟眼的想看又不敢看 还有这种拉长脖子透鸟的 更夸张的是这位大哥完全被征服 毫不吝啬给了两美元 在这强大的吸引力下 小费也越来越多 最终他们通过计算 凯莉一共得到了98美元的小费 同样是接待了80位男顾客 却比前两天增加了30% 很显然 更大的照杯会让男人更加慷慨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不仅仅是男顾客 就连女顾客给的小费 也比前两天多了40% 所以 大家觉得男人喜欢大照杯 是因为好色 还是对美的向往呢 我是探索哥 咱们下期见 据说在15世纪的欧洲战场上 士兵们宁愿用石头来代替炮弹 因为它和铁柱炮弹的威力相当 并且在击中目标后 会因为破碎而不会被敌人利用 难道石头真的能当炮弹用来杀敌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留言组向博物馆 借来一门同时期的奥摩西大炮 但由于这种实验 可能会对炮管造成损坏 所以他们决定先用奥摩西大炮 对铁柱炮弹进行测试 在得到正常发射的速度之后 再换成自制的迷你炮筒 并调整火药的剂量 来达到相同的速度 为了确保实验的安全 他们在试验场布置了防弹墙 并在前面放有水桶 以缓冲炮弹的冲击力 做好安全准备后 凯莉按下了发射按钮 通过高速相机的计算 正常火药剂量的奥摩西大炮 能将铁柱炮弹加速到366米每秒 接下来他们将铁柱炮弹 装在自制的迷你炮筒中 而由于炮管更短 他们加大了火药剂量 但随着一声巨响 这次炮弹却打偏落在了粉丝家的院子里 所以如此危险的行为 大家千万不要模仿 为了实验的顺利进行 最终有粉丝愿意将自家的奥摩西大炮 借给他们实验 同时托瑞也找到了地质专家 在专家的分析下 当时用于制作炮弹的石头 可能就三种 分别是砂盐 石灰盐和花钢盐 那么哪种石头做的炮弹 能达到铁柱炮弹的威力 并且击中目标就会破碎呢 为此托瑞找到了三种 不同硬度的岩石材料 三人分别将岩石打磨成 炮弹大小的球形 然后来到试验场地开始实验 为了使不同材质的炮弹 达到铁柱炮弹相同的速度 凯利通过测试三种炮弹的重量 并带入动能公式 分别得到三种不同的火药剂量 经过实弹测试 砂盐炮弹的速度达到了360米每秒 而石灰盐和花钢盐炮弹 则为375和353米每秒 这与铁柱炮弹366米每秒的速度 基本相当 那么以这样的速度轰击城墙 又能否达到铁柱炮弹的威力 并且自身破碎 而不会被敌人利用呢 接下来他们用砖块搭建了模拟城墙 通过对城墙的损坏程度 来衡量不同炮弹的威力 而首先作为对照实验的是铸铁炮弹 一声巨响后 他成功击穿了两层砖弹 并击碎了四块砖石 随后进行的是杀盐炮弹 虽然只击穿了一层砖弹和两块砖石 但炮弹已经粉身碎骨无法被回收利用 而后面的石灰盐炮弹威力显然要大很多 他成功击穿了一层砖墙和三块砖石 并且炮弹同样碎的只剩下扎 最后就是印度最大的花钢岩炮弹 他几乎达到了铁柱炮弹相同的威力 但铁柱炮弹能被敌人重复利用 而花钢岩炮弹在击中目标的一瞬间便支离破碎 很显然石头是能够代替铁柱炮弹进行发射的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请大家不要模仿 我是探索哥 咱们下期见 据说美国南北战争时期 一颗子弹击穿士兵的命根子 然后带着小蝌蚪击中女人的肚子 并成功让女人怀孕 而且还刊登在了美国医学周刊上 看似荒诞的说法难道真的不可能发生吗 为了研究子弹会不会让人怀孕 凯莉决定和留言组亲自进行验证 首先他们通过历史专家了解到 当时的士兵通常要采用单膝跪地的姿势战斗 所以被子弹穿透小腿在击中命根子是有可能发生的 而留言中的助育神器 正是这种毛色步枪 那么以当时枪支的威力 又能否带着小蝌蚪继续击中150码外的女人呢 为此史加利制作了一个固定枪支的指甲 以便实验的时候能精准射击 但由于没有志愿者贡献自己的命根子 凯莉只能用牛骨和组织替代胶做成了一个仿真小腿 并安装在假人老兄身上来模拟倒霉的士兵 接下来他们将假人请到了试验场 将支架安装并瞄准好后 他们对枪支进行了测试 但由于当时的制造工艺相对落后 无论他们如何调整 始终都无法精准命中目标 最后在专家的调教下才顺利击中 随后亚当将假人挂在了支架上 如果子弹穿透小腿后继续飞行 通过计算子弹飞出的速度 就能确定子弹是否有足够的动能击中女孩 在专家的操作下 子弹精准穿透假人的小腿 并依然保持1000英尺的秒速继续飞行 显然这样的速度是可以再次击中150码外的女人 那他又能否带着小蝌蚪让女孩怀孕了 但关键时候凯莉表示自己不完了 奇米只能用组织替代胶质 做了一个女孩的屁股模型 并且为他穿上当年女孩们常穿的短裙 亚当则在布料上释放了积攒多年的小蝌蚪 为了方便观察 还将它们染成了蓝色 然后悬挂在子弹经过的线路上 而实验时专家需要让子弹穿透布袋后击中凝胶 如果在凝胶里发现了活着的小蝌蚪 则说明子弹受孕的流言可以实现 随着一声枪响 子弹精准命中两个目标 那么他能否带着小蝌蚪留在凝胶体内呢 但通过对弹孔处组织的显微观察 他们并没有发现任何带有尾巴的东西 为了增加实验的成功率 奇米将布袋与凝胶的距离缩短至50英尺 再次进行测试 但最终也没能发现任何小蝌蚪 很显然这么荒谬的流言一定是假的 那么又为什么会广为流传呢 当地人给出了完美的解释 最终还是子弹承担了一切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请大家不要模仿 据说有人为了偷渡制造了一个超级弹弓 将人成功抛射到了180米的国外 并且还精准地落在了垫子上 探词荒谬的流言难道真的不可能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 流言组决定打造一个超级弹弓 而在正式实验之前 他们首先需要进行小型测试 以此来确定所需的材料和尺寸 为了找出弹力最大的材料 吉米找来几种比较常见的弹力手 并用可升降的工作台作为指甲 因为它夸张的重量能让实验结果更加稳定 而亚当则用千球制作了标准重量的投制物 然后偷偷用吉米的手套做成了弹射台 接下来他们来到室外 将弹射角度调整为45度 并标记好释放点 通过对不同材料的测试 他们得到手术引流管发射千球的距离最远 但后拉的距离也是最长的 为了克服这个缺点 他们决定增加引流管的数量 这样就能以较小的后拉距离达到相同的弹力 而经过测试 当引流管拉长超过原来的5倍时 就会发生断裂 并且产生的拉力达到了150磅 下面他们利用球门制作了一个弹弓 并且两侧都既有两根3米长的引流管 而为了确保引流管不会断裂而伤害到人 他们给弹弓安装了自动释放装置 然后将一颗8公斤的千球固定在弹射台上 可在发射的时候却出现了问题 由于千球被弹射带缠住 导致这次发射差点牺牲了一位摄影师 为了将千球顺利发射出去 他们换成了摄影机带 这次成功将千球发射到了23米外 但千球的重量只有人体的十分之一 想要将人发射到180米距离 至少需要12000磅的拉力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而世界上用人肉炮弹发射的世界纪录为60米 换算下来只需要40根3米长引流管的拉力 那他们又能否做出这么大的超级弹弓呢 为此留言组决定将通信铁塔制作成为自行 并用一排绳索固定支架 吉米把回收的帆布和钢管用绳子缝合起来做成弹射台 在吊车的帮助下 两人将支架安装好 但交叉的绳索高度达到了7米 所以在实验时他们必须调整好角度 以避免撞上绳索 最后他们将引流管固定在支架上 史上最大的弹弓就完成了 可关键时候没有人愿意充当志愿者 吉米只能礼貌地请出一个25公斤假人小孩 并决定先拿这个小孩练练手 而为了实验的安全 他们将假人固定不动 以吊车绕过弹弓往后拉绳子的方式进行发射 虽然假人被发射了40米远 但由于被弹射带卡住 导致假人没能及时飞出 从而提前滚落下来 于是他们重新改进了实验方案 并且换成75公斤的假人 他们将假人以最舒服的姿势固定成球形 这样就不会出现被卡住的情况 那这次又能否成功呢 然而这次假人提前滑出了弹弓 最后落在了距离64米的位置 虽然打破了人肉炮弹60米的世界纪录 但根本无法精准落在垫子上 所以想靠弹弓偷渡几乎是不可能的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请大家不要模仿 据说咱们少林武僧能用飞针穿透玻璃击碎后面的气球 并且玻璃不会破裂 而刘延祖坚信这就是骗小孩的假把戏 为了揭穿这个骗局 他们首先准备了一个标盘 打算在测试之前练一下手感 以确定实验的时候不会脱板 最先测试的凯莉虽然每一针都能命中 但飞针的时速却只有45公里 而随后的格兰和托瑞也都相继命中靶子 并且速度分别达到了61和75公里 那以这样的速度又能否击穿玻璃呢 接下来他们将用最常见的3毫米玻璃进行测试 然而凯莉连续飞出的几针都被弹了回来 随后的格兰虽然速度比凯莉快了不少 但却被回弹的针尖扎上了皮肤 就连速度最快的托瑞也没能击穿玻璃 不过他认为自己飞针的方式并没有错 并且坚信只要速度足够快 就一定能穿透玻璃 于是他找到了职业棒球投手肯德基 他曾以惊人的投球速度让14名球手出局 并且获得10比0大胜 为了证明肯德基的投球速度 托瑞很不自量力地表示要和他一决高下 当他率先将棒球以77公里的时速投出后 肯德基则轻松地投出148公里每小时的惊人速度 几乎是托瑞的两倍 那他又能否徒手击穿3毫米厚的玻璃呢 但经过多次尝试 玻璃都无动于衷 而高速相机显示 最快的一次飞针时速竟然达到了169公里 并且事后他们发现针已经发生了弯曲 但流言组并没有打算让肯德基修行 直到他以182公里的时速飞出 才勉强将玻璃击出裂纹 那如果换成更薄的玻璃 是否就能顺利穿过去呢 下面流言组将用1.6毫米的玻璃进行测试 但大家都小看了中国玻璃的质量 随着钢针一次次飞射 玻璃依然非常坚挺 不但没有破裂的迹象 反而还将飞针给撞碎了 无奈他们只能换上了美国产的0.8毫米玻璃 这次又能否成功呢 然而由于玻璃太过于脆弱 这次他们直接将玻璃击碎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飞针穿玻璃实验成功 想要使飞针能干净利落穿过玻璃 就必须再次提高飞针的速度 于是托瑞决定用气枪进行加速 但由于针的直径比枪口小太多 所以他用木块塞入枪管来保证发射的气压 然而当他以225公里的时速射出时 玻璃依然没有被击穿 紧接着托瑞将速度调整到气枪的最大值 让其以289公里的时速发射飞针 这次终于击穿了3毫米厚的玻璃 并且没有发生破碎 尽管如此 但他们认为蚁人的力量 是无法将针飞出这么快的速度 所以他们依然坚信 咱们少林飞针穿玻璃的功夫是骗人的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我是探索哥 咱们下期见